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问一下江医师 台湾本地的养殖渔业一直在进步 那这个很容易取得的是像 鲁鱼 石斑 或者是湿木鱼 然后呢 现在对于很多家庭主妇 或者是职业妇女来讲 像我手上这一类的冷冻的包装 然后它事实上已经有前置作业的 这一个加工处理 也是很多婆妈妈很容易取得的选择 那吃鱼对现代人来讲 除了可以得到好的优质蛋白质之外 天然的鱼游也非常重要 对 而且鱼对糖尿病病人 有特殊的角色地位 像我有一个70岁的老先生 他本身糖尿病 然后呢 胜功能比较不好 然后第三期 然后来看了之后呢 就因为刚开始第三期 也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 大概三个月回诊 下次再回诊做轮椅来了 我想说那病人大概糖尿病 大概中风了 我问他病人女儿说 你爸中风了啊 他说没有啊 哪里中风 我说不然他为什么要做轮椅 他说上次你们看完之后 又把我们转到那个 营养师那边去啊 跟我爸爸讲说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啊 蛋白质也不能吃啊等等的问题 然后我爸爸就看起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 就越来越衰落 那就坐轮椅了 我抽血 你知道吗 白蛋白可以掉到3.2 正常只在台湾人 他不能都在4以上啦 你要去看他那种营养不良的在我们不容易见到 他就硬是被饿到 表示他很听话 被我们害的 后来我跟他解释说 其实糖尿病病人 他吃鱼肉反而可以降低蛋白尿 因为有在发表在2000年3年的Dalabetic Care上面 就糖尿病照顾这个杂志 他是欧洲的期刊 他跟你讲说 糖尿病病人如果有一点蛋白尿 你给他吃鱼 比吃鱼肉效果更好 他更容易降低蛋白尿 那我后来叫他说你给我好好吃鱼 那因为人家他是台南人 我说那最简单 你又有吃虱目鱼 对不对 又便宜又好用 对不对 而且现在因为有冷冻品 还没有季节的问题 一年365天天天供应 所以他就好好吃 结果呢 再下一次三个月回来 人家就可以煮着拐杖来看门城 所以证实营养对胜养科病人非常重要 而且麻木的鸡蛋白不但没好处 还可以看到坏处 那给大家看一下 虱目鱼的营养 基本上他就是很标准的一条鱼 他就是100公克里面大概五分之一 是所谓的蛋白质 所以他蛋白质量算是相当丰富 而且热量不高 所以为什么吃鱼不容易胖 不管是哪一种病人吃鱼 大概都不容易胖 鱼本身热量就是不高 那他有一定量的矿物质 像鲜 这些我们路上的动物 比较少的东西 那他有一定的钙 这个东西对他有好处 如果你把鱼煮熬久一点 那个钙也会跑出来多一点 你这个丝牧鱼汤里面 就会含有少量的钙 如果你加了一点酸 那钙就更多 他也含有相当的钾类质 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营养 而且非常普及 然后唾手可得的一种营养食品 然后可以用来补充各种疾病的状态 不过坦白讲吃鱼 我们在门诊也会一直鼓励病人吃 尤其是手术后的病人 台湾人就知道说开完道就要吃鱼嘛 那当然还有指定特殊的鱼 像鲁鱼这样子 其实也不进来 我有一个病人 他才六十几岁 然后他很倒霉 他先背部粉碎 这个压迫性骨折先打了骨板 就开了一个刀 结果回家才八天 他肚子痛 然后送急诊 结果发现胆囊发炎 又进去又开了一个刀 所以他短短的十天之内 前后腹背受敌 当然后来就真的 尤其腹部那伤口好得很慢 你知道吗 他女儿来问说要怎么办 痛到就是想吃止痛药 我们有几个人就很怕止痛药 我刚才讲不要 你这样 你给他多吃点鱼 每天给他吃鱼 这个传统的说法 事实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 我给各位看看一个老鼠的研究 老鼠当然比较听话 你就直接在这三组老鼠上 背部给他用钉枪 给他打三个四方形的缺口出来 给他不同剂量的拭目鱼 低剂量 很低的剂量 每公斤体重的老鼠 给到0.4克的拭目鱼 这2.36 这4.72 你可以看到最后面 这个伤口长的 这个吃最少 虱目鱼的这个老鼠的伤口长得比较慢 所以你看他最后面还那个比较大的伤口还比较大一圈 那到第二组已经发现伤口有明显的跟第一组比较有明显的缩小 所以长得比较快 所以从这个简单的 所以他的伤口的愈合主要的关键是蛋白质 对就是鱼 你不敢讲说是蛋白质 因为他比较的是丝目鱼的不同剂量 他发现的确很有效 那因为老鼠原来的试料里面本来就有蛋白质 所以也不是纯然说蛋白质缺乏的状态 他自然没有蛋白质缺乏的问题 就是你把鱼加上去之后 他伤口好得会特别快 所以为什么那个传统上医院医生都会跟病人说开刀就要吃鱼 对 因为鱼可能带来好的优质蛋白质 然后鱼有可能又降低发炎跟疼痛 对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重效的结果 所以你的确可以发现病人只要快到吃的是鱼 他伤口好得比较快 那我那个病人就要吃鱼之后 他我记得好像在伤口后来拆的时候 也有顺利长成 就是因为短时间开两只岛 很多人伤口就没办法拆 一拆又裂开 那病人后来拆伤口的时候是好的 另外我要特别提一下 很多人对于这个冷冻的鱼 有一些特别意见 认为那不新鲜 如果你像我第一次上那个鱼工厂 看那冷冻线 在跑那个拔刺那个过程 我跟你讲 绝对比你买的鱼新鲜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 我发现说他的鱼 那个师傅会把鱼 把它拨到产线下去 我就问旁边带我看的时候 说那个鱼有在动 他为什么把它拨走了 他说动得不好 所以代表他活力不行了 所以呢 所以他就这样把它拨到地下去 他就不杀了 就打枪 对 他就在三岁人现在觉得 那个动得比较慢了 他就直接拨走了 就直接不杀了 那那种淘汰他们做什么 加工品吗 一般来讲你把它收起来可以做鱼粉 鱼粉 鱼粉本身要为其他下炸鱼 为其他鱼用的 所以鱼粉还有很多的用途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鱼并不需要 就觉得冷冻就代表不新鲜 那我要提到吃鱼 偶尔会有人吃出问题来 我有个病人48岁 然后呢 他那病两年 然后脚开始变黑 这个就有点怪 两年就变成什么意思 而且年纪也没有很大 那后来我觉得有一点疑心 我还在抽血一测 哇 身很高你知道吗 血中的身是高的 结果我一问 那个病人是异族的人 那你知道异族那个地方 其实是以前乌角病的流行病区 对 有重金属的污染 生的问题 那生会造成乌角病 那后来我们就规定 人不能吃地下水 问题是人不能喝地下水 请问一下鱼喝什么水 地下水 鱼还是喝地下水 所以后来其实南华大学 林明少教授跟台大的联合一篇研究 都提过说 在这些地方乌角病区 如果养鱼你用地下水养的话 其实生是高的 结果那个病人就真的 血中的身是高的 那还好我们锯一段一个脚趾头 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后来就用熬而剂把身去掉 后来就没有继续 那个黑的没有往上蔓延 你要知道 如果你血管问题不能解决 你老是见招拆招 黑一段锯一段的话 很多病人会被聚N次 而且越聚越高 到最后病人 48岁病人 如果你把它聚到 那个竹槐以上 他大概就不会走路了 等等 可是他发现 现在是森的伤害 他用凹合剂把森中和掉之后 把牌掉 他这一些伤害就会 这一个 不会稳定下来 OK 他就不再继续变黑了 所以他就代表 他的血管的伤害就稳定下来 所以他真的是怀疑 他吃到的是养殖的这一个鱼 可是养殖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相关的重金属的污染 对 而且他血中的森也是高的 好 那这个又回到很多海鲜 他事实上有可能有重金属的污染 有一阵子那个牡蛎的那个绿牡蛎也是类似的状况 而且其实前一阵子很出名的一篇论文提到说 有人在美国做的研究 一千六百个人 吃鱼油多的人 后来看起来很多人得到 所谓的心力不整 所谓心房战斗 那也有学者提问说 你那个鱼油给病人吃 你有没有去测一下 他还没有拱啊 因为拱也会造成心力不整 对 所以其实重金属 所以我打个岔 所以并不一定是鱼油不好 可能是他吃的鱼油 有重金属的污染 对 而鱼油在美国市场上 很常见有重金属的问题 有个DOT4 就检查市售五种鱼油 两种是拱是超量的 而且都是在很大的市场里面买到的 所以大家记得说 像重金属像拱跟参 就很常出现在台湾多吃鱼的人身上 那甚至有的研究直接声称说 参可以作为吃鱼的量的估计表 就鱼多吃多的很容易升高 当然铅在台湾 因为铅水问题足以解决 这个问题少见 不过铅的确也造成很多生殖的伤害 那肾上国际本身的胜货能率衰退 还有记忆力的减退 阿鲁米跟狗这两个很容易伤害脑袋 所以如果你有家人 突然间记忆变不好 你不要一下把它推称 说它一定是失智症 你应该去看看 有没有重金属的问题 那这个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叮铃 其实鱼本身唾手可得 在台湾价格又很低 那作为一个优质蛋白 不管是老人小孩病后的人 其实都可以提供你很好的修复 跟增长增加智力的一些功能 所以大家要善用台湾这些在地的鱼 而且台湾本地买鱼算平价 很便宜 因为很多内陆国家 他们取得海鲜不容易 他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而且品质并不一定好 是